哈喽哈喽我是宇波哥卫 现在我正在LV2023春夏男装阿纳亚大秀的现场的旁边的休息室 就有很多明星在从这里走来来去去 我们待会抓到几个就来跟他们好好聊天 然后现在看到的是朱一龙 来来来来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对对对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 好的那我就到镜头背后 我专心的来问你问题了 好吧 看镜头就好了 好 第一个问题先介绍一下今天的造型吧 今天主要介绍这个2023春夏款的这个嵌鸟格的 其实它是一个衬衫底 但是其实像一个公装夹克一样 这已经是新款了是吗 应该对是 好的 然后我发现其实你还挺爱穿花衬衫的 我记得你在微博之夜和那个新的杂志出色杂志 穿了那同一件LV的花衬衫穿了两次对不对 对那个电影之夜的时候 是因为刚好要拍那个短片 然后那个陈一然后刚好 是在同一天的工作是吗 不是同一天 那是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在电影之夜里面就比较绅士一点 但是你知道在那个杂志上面感觉就比较有故事感 就有点那种 怎么说 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 怎么把同一件衣服穿出不一样的感觉 我好词穷啊 没有我觉得在不同的场景里面 对在不同的场景里面 然后穿上之后表现不同的感觉吧 对我看到你就是穿着那个衬衫还西装 然后就这样看着镜头 然后手握着衣领就这种 衣服我也把这个镜头干掉的这种感觉 很像拍电影对不对 感觉都是我在说 那我们来聊一下人生大事吧 虽然稍微晚了 但是我真的 你知道我当时看的时候 有看 对我一直一直哭 我哭的都不是那种默默流泪 我是哭到就是肩膀一直在那里 抖啊抖 抖啊抖 我朋友说你没事吧 但是我一直哭哭 但是我同时一边被剧情感动 然后一边就观察到 因为里面有很多你的特写 我还说 哇 朱一龙的睫毛怎么那么长啊 是不是真的 我们可以近一点看一看吗 可以可以看一下吗 不好意思啊 我睫毛真的好长 因为你知道在那个 在那个戏里面 其实很多人是认不出来 就我跟我朋友一起去看的 我朋友就说 这根长得有点像朱一龙 然后说 但是又不太像 然后一直到最后字幕出来的时候 才有莫三妹朱一龙 他就觉得 哇 原来真的是他 你怎么做到的 就是跟自己平时完全不一样啊 我觉得肯定 首先形象反差还比较大 然后里面演的莫三妹那个人物 跟我的生活轨迹 也会相差比较大 所以大家会有这种反差感 因为你里面那个 差别最大发型嘛 寸头是吧 对 导演说看你去试镜的样子的时候 说心凉了一半 但是剃了头之后 感觉 你感觉回来了 对 因为我觉得造型 就是我们每次进组订装 订完装之后 其实还是得到场景里面 到我们现场拍摄 就治得紧的环境 具体环境里面去 然后看能不能跟场景融为一体吧 你剃完头的感受是什么 会不会觉得说 啊 我的头发 没有没有 还挺想尝试 我一直想剃 但是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对 还没 就是在剃寸头就很早以前了 对 所以想尝试一下 然后刚好这个三个 这个人物需要寸头 所以刚好就有机会了 是吧 并且我觉得寸头 可以显得你的五官更加突出 就是大家看电影的时候 经常就会看到你的眼睛 因为你拍这个电影 三哥跟你的人生完全不一样 所以体验另外一种人生 是不是有种很爽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也是表演 就这个职业的乐趣吧 就是你可以感受不同的人生 然后在不同的时空 不同的状态下面 去感受不一样的生活吧 因为你气质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嘛 不管是你自己的演绎 还是造型 还是场景等等 各种 但是其实我发现有一点 就是你说普通话的时候 和说武汉话的时候 气质也很不一样 你觉得这有其中原因之一吗 对 我觉得方言 其实还真的挺好的 不同的地方 然后有不同的方言 其实这个方言 能代表这个城市 这个省 然后大家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性格 然后一个生活习惯 因为你是武汉人 是吧 对 我是武汉人 所以其实讲武汉话是非常非常顺的 那你可以教我们一句武汉话吗 那么说个绕口令吧 这个比较有特点 死死死死死 你确定你在认真的说吗 对啊 好的 大家都学会了吗 武汉话绕口令 感觉说起来非常轻松 对 因为三哥是那种 外表看起来比较 脾里脾气 但其实内心非常温柔的 你说他是个纸老虎吗 那你觉得他的人 跟你是相反的吗 因为你外表看起来非常温柔 然后非常安静 但其实内心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演员就是塑造决策的时候 肯定不能完全脱离自己 然后自己又是在武汉那个城市生长起来 所以我觉得三哥还是身边我见过这样的人 因为人生大事里的场景都非常有烟火气 就我看你虽然不经常发微博 就关自己生活的 但是发的其实也是 我感觉和李明有点像的 弄汤呀 火锅呀 小吃啊 对不对 主要好吃 所以你平时生活其实也就是这样的 对 就是次处逛一逛 然后吃吃东西这样的 对 那粉丝都说你非常神隐 就是你不宣传的时候可能都看不到你 所以那你拍戏不宣传的时候到底在干嘛呢 就好好生活 然后多走一走 然后去积攒能量嘛 然后再 对 然后在下一次表演当中尽量能更丰富一些 然后更把生活中所自己吸取的一些能量爆发出来 会自己出去旅行吗 会啊 一定会啊 每次不管是工作到一个城市还是专门去旅行到一个城市都会 嗯 上一次旅行是去哪儿啊 上次也算办工作去重庆 对 哦 那是微博上发的是吗 哦 我看到我看到 好的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今天的这个秀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我就同去吧 嗯 然后整个现场我刚有也有从那边过 然后我觉得像一个像一个小型的游乐场 我很期待期待 你已经去过了是吧 对 我刚从那儿过了 哦 你看到那个巨型的那个那个雕塑 对啊 就很像小时候自己在海边会搭的这样的沙宝 嗯 那有什么你是可以向粉丝们安利的呢 关于LV这次2023春夏男装系列秀 我觉得LV是很有 在时装上面很有想象力 然后很有巧思 很有一些小细节 我觉得这回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它很多不同的颜色的搭配 然后还有很多小细节的视频 还有衣服这样 好的 谢谢谢谢 那么我们晚上见了 晚上见 拜拜